普京签署对不友好国家实施报复性签证措施的命令 中新网4月4日电据俄罗斯卫星网4日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对不友好国家实施报复性签证措施的命令 报道称 相关文件已被发布在法律信息互联网门户网站上 3月底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曾称 俄罗斯正准备综合性签证措施 以回应针对本国的不友好行为